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這個圓的半徑是等於3 而且這個圓芯在第一向線 也就a跟b它都是大有比的 那它問a加b是等於多少 首先我們看這圓芯在哪裡 圓芯是在二分之乎這個東西 所以這是k 那圓芯是等於1 然後我現在 這個我把它拿過來 拿過來就是f 我把它拿過來 減掉4等於0 它半徑是等於3 半徑的話等於多少 等於二分之乎多少 第一平方就是4k平方 加這個1平方 這個平方 就-2的平方是4 減掉4f 4416加16 這個等於3 等於3 那2可以拿進去變4 所以這個可以約分 4144416 這是k平方加5 2面平方 k平方加5 等於3 3得9 所以k平方等於多少 等於4 那k等於2 那現在k就是a k就是a k就是a 在第一向線 所以k k的話它是大於0的 也就是a是等於2 它這等於2 它這等於1 所以2加1是等於3 所以這一題答案是3 所以這一題答案應該要選a